中秋节连续假期各景点涌入大量游客 物台乡也不例外 而贯通3D门物台两乡的台24线 向来都是机车族爱好的练车路线之一 廉价期间上山的机车族不少 公路总局今年特别在台24线 最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 与路中央增设回复式导杆设施 增设后已有效减少机车压车情形 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黎岗景分局也在廉价期间 于物台古川大桥神山社区 及三地门乡山川琉璃吊桥等观光油气区 加强交通疏导及违规取缔 金铜记本次假期已取缔 140件超速违规 并本分局亦不定期协同屏东监里站 及环保局共同执行超速改装等 兼环景联合机查路检勤物 在三地门物台两乡的台24线路 兼环景联合机查今年共计取缔超速 741件变更车体32件合计773件 为了避免再有交通意外发生 当地居民也希望警方加强执法 都会有那个摔车的啊还是什么的 虽然有可能有时候是小伤嘛 他们觉得无所谓 你测速的地方就那几个地方 但过了那些地方之后 你也不也不没办法确定 他们会这么遵守法律啊 他们在享受那个测速港 我们路人有时候会被受到惊吓 这次连轿我觉得是很有 应该是说感觉部落也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繁杂 然后警察好像他们也都有 因为有加强 离岗警分局表示 台24线因道路蜿蜒 速线仅30公里 强力执法只是一种手段 最终目的是要保障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将持续加强该路段违规取缔 以维持行车顺畅 及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评论新闻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